寧願暫死沙場 也不要鬱鬱已終 那希望我下台的時候 能夠帶著榮譽武漢下台 那我們讓他回來 雖然不希望 在同期上有相關的一些確診的病人 但是呢 反過來想 也等於是很有可能 也能夠救他一命 讓我們的醫療界盡最大的努力 來幫助他 好 那今天大家一定要關心一個議題 是另外一件事 抱歉 在情緒控管沒有做好 那不過總之大家就覺得 那個對不對 同仁達都這麼多 好評信號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衛生福利部部長 我們可以回家了 大家幸福了 我們也非常的高興 能夠讓大家平平安安的回家 謝謝 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國籍的選擇 是可以選的 那已經選擇了 他的國籍 沒有選擇到 台灣的國籍 那現在 就必須要自己做安排 自己要做承擔 我們在座大家都知道 也沒有想被 檢疫 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 社會對他們標籤化 那選擇說真話 就變得這麼的困難 唯有選擇說真話 我們防疫 才有可能 那畢竟是人 他不是豬 他不是一塊肉 那這人有他的需要 另外一塊就是說 怎麼樣的好的一個 關懷的系統 讓他知道說 有一個社會的支持的力量 我們在 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 生活是病人 這都不是我們的敵人 我們的敵人不是人 我們敵人是病毒 那合作才會成功 那對立就會失敗 馬祖是慈悲的啦 那在這個 這個疫情的期間 我們應該要保護好自己 也要互相來照顧 最重要是說 不要讓馬祖憂心 保通啊 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我們希望說民意代表 當然他有相當的自主性 但是我這裡就是說 沒遭到沒失禮 這裡從來沒有在抗誰 我們只有在抗病毒 我們這邊中心 是不是能夠安排個 怎麼兩次課 讓大家來上一次這種 疫調公衛學 或怎麼樣 那我是覺得這樣子也不錯 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我們請幾位來開個課 大家一起來聽嘛 那這樣我們在大家以後在溝通新聞的時候 效率會更 會更高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對當福爾摩斯非常有興趣 我看跟那位 護理人員 他也跟我照一張相 那就是 臉上當然都是那個 我們的N95口罩的那個痕跡 那他說 整個病都這樣灰灰 我跟他講說 這是一個 我們的一個 留下一個 歷史的 紀錄的痕跡 現在最有資格 來 最有能力 跟資格 來預測這個疫情的 是有兩個 一個是中國 可是因為他的case 最多嘛 那來龍去脈 他最清楚嘛 那可是中國講的 大家都不相信 那另外一個 有資格來預測的是WHO 因為他的專家 跟國際的資料最全 可是偏偏WHO從來不講話 但是 我們做最壞的打算 做最好的準備 台灣的地理位置好嘛 那我們運氣也好 我們人也好 我們有很多種好啊 那因為 也是因為有這麼多種好 所以我們就會變得比較好嘛 那這段時間 大家對我們指揮中心 都非常的支持 所以表達我們的謝意 所以今天就 回一個禮 讓大家 能夠吃滴滴 大家不一定要生好些 那這條例其實蠻好 蠻好吃的 不過吃完請記得要刷牙 我們就跟你講說 這次很危險 很危險 很危險 你就偏偏偏偏 這次 還是又出事 我們的態度這樣 我們應該是說 不是 敵之不來嘛 是 是 無由以待之嘛 就是我們要準備喝水的事啊 那居家檢疫者在家裡開趴 一個是不怕死 一個是不思想 真的是不思想 就跟你講 這是居家檢疫的 在家裡弄到說開趴 這也是太過分了 今天是育人節嘛 那有 有時候我大部分都來說很平和 那有時候脾氣會不好 那大概都是我弟弟了 那我要替我弟弟跟大家抱歉 覺得 WHO這個 講到社會是說 比較貼切的講是說 來行人說五行話 那說這個 隔離治療 這樣子的警訊 這樣不是警訊 那問什麼情況才叫做警訊 當社會對於相關的確診者 或相關的疑似者 獵巫的情況越厲害的話 那相關的事實的呈現 就會越少 那對我們疫情的調查 跟疫情的控制 就會造成阻礙 寧願暫死殺場 也不要鬱鬱以終 那希望我下台的時候 能夠帶著榮譽武漢下台 有個天火 我們下台的時候 我們下台的 我們下台的 我們下台的